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坐个半钟船 终于来到位于新界东北 风光余画的黎智河 这里本来已经荒废了几十年 直到近几年重新开田伏坚 向村再次出现生气 你好, 狗狗… 山长水远来到这里 参加关于环境和艺术的工作坊 首先, 就由田野的一块树叶 一块石头开始 同学们, 戴眼罩 你摸哪里是粒, 哪里是滑, 哪里是粑 哪里是粑, 哪里是粑 那你就开始滑 站来滑 这一块是垃圾 我们想她去认识自己的环境 或者一个物件的时候 真的有一个深入点的观察 而那个观察不是说 我看到她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画画 在脑子里面有那样东西的概念 是怎么画的 但是当你要用一个平时不习惯的方法 去观察那件事 就要抛下你本身有那个概念 哇, 画得这么滑, 紧了 我可以摸你 我可以摸你 是吗 你跳飞飞, 不要动 我要画飞飞 平时有没有用用手指来画 那你觉得开不开心用手指吗 有什么不同 有点粗 就是画得粗 就是画得粗 这是用手来握筆 对, 用手来画 创作是用手触摸的那样很重要 筆的粗幼是我们去选择 而且手指没得选择 而我们可以控制大势力 这个直接是那个感觉 这个河流的风景很漂亮 好, 我像双双豬肠 大砖的朋友应该有更大能耐 先放慢步伐, 静心下来 那你可能会闻到一些海水味 泥味 有些人感觉到突然冷了 其实在眼睛以外 还可以打开身体的其他感知 透过气味, 触感, 声音 去发现周围的环境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去认识 或者去感受一下这里的环境 那个画作去反映到 画的人和环境有什么关系 比他画得像不像 其实可能在家里面对四个壁 很不舒服 但是这里很舒服 这个沙灵可以发生 香港很多香蕉 不是荒废了 就是用来发展和建楼 黎智窩这里 除了有高生态价值的自然资源 亦都保存了传统的客家围村建筑和文化 回流的村民 连同外来的有心人 透过复耕 去复兴这条 已经有四百年历史的乡村 希望建立一个永续的社区 尋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原来香港还有一些地方 有一条乡村是可以保留得这么好 可以人和一个自然环境 是可以同时并存 我很想去联系 不是在这条村里生活的人 我很相信一件事就是 你和这件事有联系 你紧张它的话 就不会那么容易放弃它 是 艺术可以是一线窗 将人和环境连结、接通 大家区里取材 利用天然物料来创作装置作品 表达一下今天体会到的 感受到的 西方餐廳, 這裡很迷了 吃粒粒 怎麼辦? 這裡嗎?這裡嗎? 好像好一點, 比較穩妥 小朋友很直率, 合力製作一條村落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在裡面愉快生活 現在要找旁邊的組合體 兩組做一組, 和旁邊的組合體 謝謝姐姐 謝謝 那些東西好像不一樣 我們好像不一樣 我們來想一下 其實我很希望你們回去多點留意一下 有沒有辦法可以保護我們這些 這麼漂亮的郊區的環境, 鄉郊的環境 不如大家吸一個新鮮空氣 很大膽, 好嗎? 好, 一起來 最大膽, 大家準備好了嗎? 1、2、3 然後呼出來 可以了 可以了, 暫時一點 好 好 自然的東西, 和人為的東西 都很困難 就是人為的東西都放在中間 慢慢被外面的自然東西包圍著 不用綁著它 我們不是要做一件masterpiece 不是要做一件很偉大的作品 但是我想他做一件他真誠, 他相信的作品 把他的想法放進去 把他的一些故事放進去 已經很足夠了 這裡有什麼東西 是嗎? 這裡有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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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在工作的 就是把人和自然 連結在一起 我們透過這個連結 就形成了一個好像保護罩 這樣子 要找人 然後他們也帶走 他就要帶走 我們在家裡 去找用自己的工具 走進去 然後就要趕著 就算快 靜靜靜靜 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